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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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那些不敢说的话 让你负寂到我 啊 啊 真的是阿贼老师的歌啊 啊 啊 对对对 那我知道谁了 谁啊 如果被冲淡 当时抱你 也许追去南家 跟他 在这边 那么多忌惮 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我爱你 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固的信仰 我爱你 是多么温暖 多么勇敢的力量 我不管心多伤 不管爱都慌 不管别人怎么想 爱是一种信仰 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天籁唱将已经做出选择 请打开舱门 哇 哇 这个 哇 一生很美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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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者田园 请来到舞台 直面 选择你的天籁唱将 来来来来 请田园选择一支金话筒 田园在这个舞台上 非但受到天籁唱将各位老师的欢迎 生活当中也应该变化不小啊 心中爱喜是吧 我回去以后 然后有一个 网友 他说他想娶我 真的是 好耶 那我也考虑一下 哈哈哈哈 现在 来问问四位天籁唱将各位老师 为什么会选择田园 我喜欢他的歌曲 而且他也喜欢抒情歌 跟我也有一点类似啊 如果你选我的话 我呢 还可以带你去跳跳舞啊 这些啊 田园我就是 冲你来的 这话都说了无数次了 哎 等一下 你不要担心没有人娶你 我 也可以娶你 可以帮你介绍 田园 你现在除了唱歌 你最关键的 最想的 最渴望的 其实你想减肥 你看看我的身板 哎 你是想要一个24小时 跟你在一起玩音乐的伙伴呢 还是想要一个一直陪在你身边 帮你减肥一生的朋友 田园 你看一下我的身板 帮你减肥我也可以 我今天是以一个好姐妹的身份 替你选 最适合你 最适合你 会对你最好的男生 好 怪不得今天莫威老师一身红 您是要做红娘啊 很喜气啊 哎 这里你们都还没结婚吧 都没有啊 凯瑞老师 您觉得他们三个田园更应该倾向谁啊 我觉得三个都可以 把幸福给到田园的 可是就会是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小哥 就是永远的青春 哇很梦幻的那种 纯洁的幸福就在小哥的身上 哇 那华晨宇呢 这个鬼才 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刺激 田园 你看看我 你看 你看他的胸肌 张字写的安全感 安全感 安全感 他可以在音乐上 也可以保护你 所以就要看你 要选择哪一种的幸福 你觉得跟谁最幸福 你觉得跟谁最刺激 哦 对对 你觉得谁最有安全感 我有点懵 田园 请做出你的选择 啊 真的吗 哇 哇 哎 一顺序握手啊 是这回事 哎 哎 都握一下 最后他没交话筒 啊 啊 安全感 恭喜田园和杨坤老师 配对达成 有请三位观伯嘉宾 回到天籁他顶 继续等待 哈哈 妈妈妈 为什么你把病运交给杨坤老师 嗯 因为我觉得 杨坤老师跟我 都是特别重量级的 因为您是肌肉型 我是肥肉型 然后我觉得您一直在做变化 然后每次都那么棒 我觉得跟您在一起肯定会更多的是学习 嗯 田园非常非常感谢你选择了我 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力量 不是身上的劲儿 是心里的劲儿 帮你完成你想达到的那个目标 配对达成 配对达成 黄凯啊 耶 这个留给你了 配对达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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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有过的幸福 是短暂的美 行不过后 才会来受罪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上谁 你的心中满是红和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灰狂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无所谓 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 所有的不对 早知道长期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不遗忘情深 虽说爱情总是难舍难得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无所谓 无所谓 我没让自己 透过的轮回 透过的轮回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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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所谓 无所谓 我没让自己 透过的轮回 我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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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无所谓 你又何不遗忘情深 Father承受爱情总是难舍难得 我无所谓 虽然一个梦醒时分 当时事情现在也不遗忘 有些人也不遗忘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这么唱完以后 对自己表现满意吗 我觉得今天跟费老师唱得很爽 费老师就是 就像我的一个长辈 他对我特别好 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 向家人的劝导 让我长大一点成熟一点 当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 比如说勤困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梦醒时分 给他一个叮咛 早知道伤心 总是难免的 何苦一往情深 就这个意思 不知道田园和杨坤老师 对于这对组合 你们是不是有必胜的信念 因为在台上我们可以看到 黄凯曾经战胜过杨坤老师 而田园又曾经输给过 费玉清老师 对于他们两个 你们是从未胜计 我告诉你 负负得正 运气啊 风水会轮流转 没想到杨坤老师 非但是歌唱家 还是数学家 投票通道关闭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黄凯 小哥 走上我们的海天备战戏 请前缘杨坤老师 做好准备 我想把田园所有的一些 好的特质的 大家没有听到过的东西 在这首歌里面展现出来 你这种 蹲位的 站在台上 去唱一首 很性感的歌 其实那个要比唱情歌 冲击力更大 你倾向哪首 我跟着你走 我们争取把这个歌 做到最完美 它第一回合出现的时候 我认为田园就是冠军 我用尽所有的力量 我都要袒护田园 掌声欢迎 田园杨坤组合出战 田园今天会选择 哪一首歌曲 来把黄凯和小哥做掉 今天 宽哥 我们选了一首 非叔叔的弯弯的月亮 这首歌 这么经历 其实我特别开心 选到这首歌 因为那个月亮 我的身材就像满月一样 然后 然后那个弯弯的月亮 又是一半的月亮 然后一半是月半 又是胖 所以 所以怎么着 都是都得是我唱了 你们俩今天是来说相声的 那到底我们的田园和杨坤 会带来怎样弯弯的月亮 投票通道开启 这woman是在那里 遥远的夜空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桥的旁边 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弯弯的小船 有的是那童年的阿长 把桥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脸上淌着泪 像那条弯弯的河水 弯弯的河水流 流进我的心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别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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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桥摇着船 唱着那古老的歌谣 歌声随风飘 飘到我的脸上 遥远的夜空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弯弯的月亮下面 是那弯弯的小桥 小小小的旁边 有一点弯弯 弯弯的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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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游 是那童年的澡 月亮走 月亮走 我上个 我的老妹 月亮走 月亮走 我上个 我的老妹 我上个 月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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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个月亮 光安的月亮是晚上 干嘛撑那么多伞子干嘛 我总算看明白了 杨坤老师想要告诉田园 在这个台上 我是你的保护伞 谢谢 这一点体会到了吗 对 我有深刻的体会 因为 那个 就是 我觉得我这艘船 只有坤哥能滑得动 田园 他的能量 跟他的体重 是一样的 他现在在台上展示的 在音乐上面 只是初中的水平 但是他可以有 大学的水平 小哥 黄凯 听完刚才 他们这首 巨轮史过 有没有水花 溅到你们脸上 哎呀 我本来挺指望 这个坤哥 把我们这个 田园 单手举起来 哇塞 那像 花式溜冰一样 我歌曲 全力改得好轻松啊 你听着觉得怎么样 我听着觉得 他们 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 但是没有我们厉害 哎呦 小伙儿挺有信心的 谢谢费老师 也祝福黄凯 投票通道关闭 有请黄凯 小哥来到舞台 我觉得田园 是你选对人 选了一个好男人 那小哥啊 哇 你这个也很精彩啊 这个画面又特别 特别就是有趣 所以 有趣啊 有趣啊 有趣就完了 你是这么理解的 优秉或是什么的话 我不会用我 这些形容词 你不要误会 也不错 也不错 因为我还是希望 可以继续看到田园 不一样的表现 就更多元化的表现 所以我的这一票投给田园 田园 田园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那废叔叔呢 我对他是真爱的 所以说要 这两个人要放在一起 比谁更爱的话 那我还是当然是 更爱废叔叔一些 哎呦 哇塞 一比一 这其实是两位天籁唱将 给我们首次来的首官人 李健老师出了个难题 这个请多多关照一下 小犬 不不不 一说小犬 既拉近了距离 也提醒我们的李健老师 说得好 大家都是朋友 说不好 放出来咬人啊 我问一下 我这个票好什么 代表这种态度 态度 那我就放心了 首先我都特别喜欢各位 都是前辈 黄凯的声线 真是非常好 但是杨坤老师 这个身材更好一些 我刚才问 我说杨坤 怎么练成这样 怎么练成跟模特一样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 我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而且他刚才唱首歌的时候 打动了我 我没有听过他唱这样的歌曲 如果我一定要投票的话 我倾向我给这个杨坤老师这一作 小哥老师对不起了 您身材比我们好 也有一点加分 我是在这一直吸的气 一直想小一点 我们来看看 现场的400位天籁评审 你们的决定 究竟是谁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黄凯小哥组合的得分室 三百分数快 十四票 我们来看一下 田园杨坤的得分室 你强 我更强 掌声 恭喜田园杨坤 恭喜田园杨坤 请田园为下一轮冲刺做准备 恭喜两位 谢谢 感谢观看